去年APEC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人这一幕的握手画面 没想到想要再看到这一等就是一年 在记者们的追问之下 白宫发言人尚皮耶 31号总算松口证实 拜登会在即将登场的APEC峰会场边 与习近平会晤 而这将会是拜习第二度举行面对面的援手会谈 虽然中国方面还没有证实 但中国通常要直到临行前才会宣布访问的消息 跟过去一样可能是北京还在持续的观望 拜登的立场 另外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许多国家都期待能够有所缓和 特别是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 31号的北京香山论坛上 向中国特别喊话 表示作为亚洲的主要强国 应该率先降低区域的紧张 而黄永宏强调 因应危机的军事沟通有其重要性 期望美国与中国恢复彼此间的军事热线 如今看来美中双方似乎已经重启对话 11月的双边会谈 有望替紧绷的美中关系再降温 东西 我们国际中心综合报道